254 《文匯報》A 古周五期結形巔峰對決 2015年7月13日《重要新聞》A 07 香港《文匯報》 信記者將羅蘭上海報導 國家隊強烈救市 中令A 古重現楚光 於上週四起埋步反彈 內地多數勸商看多本州走勢 預計活蹤指或探高4000點 為對反彈節奏的持續性營趨謹慎 並奉勸投資者不應過於激進瘋狂搶壽 此外 千隻亭牌各股將逐漸復牌 亦為大使帶來不確定性 值得注意的時 本週五十七日 患事故指期貨三大主力合約的交割日 甚至有分析指 在此期間動蕩環將進一步持續 週五則可能是多空雙方的巔峰對決 多數勸商看好本州走勢 據不完全統計 十一家在中正網發布研究報告的勸商中 九家看好本州走勢 二家看平 州內活中自震盪區間自3600點至4300點 信達證券認為 嚴查惡意做空行為 使得空方力量明顯減弱 想使公司穩定股價方案一旦出台 所有股票幾乎沒有太大拋盤 即便股指出現大幅回調 目前互盤資金比較充裕 應該能維持大使穩定 互指了重返4000後整固 西部證券預測 本州互中指或高見4180點 但亦提醒投資者 應多比一分謹慎 耐心等待強勢各股盤中回落時機 分批試探聖見倉較為適宜 報告提到 本州上半州的走勢極為關鍵 市場延續報復性反彈 雖量行 熱點追加確認 此外 若短期指數低位大幅波動 也不理於形成穩定的足底結構 在新萬宏園看來 本州互中指有望重返4000點上方震盪整固 但迅速迫空向上也不設實際 大多數品種從週四的最低點至週五的漲停位 已經上漲了約30% 如果再漲5%以接近反彈1 3分的目標位 技術修復的動能就會下降 氣氛緩暖復批股或保障上週股災重 兩市如半股票停牌避難 週四、週五須陸續有個股復出 但直至上週收盤 兩市上有1382隻股票停牌 接近上市公司總數一半 多家勸商擔憂 本週可能有大批個股復牌 市場容量擴大 對資金面也是考驗 且由全的平倉壓力 將增加市場的負面影響 也有勸商較為樂觀 認為復牌影響或吹正面 因為目前交易氣氛會亂 復牌潮或報入保障行列 對短期市場形成向上拉動力 而且確認 都會有達成為 財源 財源 財源